来佛三圣永思及有生书 圣人和事欲无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 来佛寺还没有用上自来水 僧众吃水全靠自己挖的一眼前水井 每逢旱天水井中便打不出水来 只能到村子里去挑水吃 一次庆功去村里挑水的时候 被一条大狗咬得遍体鳞伤 狗主人闻声赶来 挥动手中的皮鞭就要抄打这条狗 庆功却把他拦了下来说 狗见了咬我 说明我前世做狗的时候咬过它 现在他把我咬了 这个杖就正好了结了 假如你打他 让他心生怨恨 那么这个月愿就还要继续结下去 我这一身伤也就白受了 于是向村民找了点面粉撒在伤口上 又借来针线把衣服简单的缝补了一下 然后还不忘在每支水桶里 打了半桶水挑回了寺院 庆功不是字 除了一句佛号之外 几乎什么也不会了 没有人瞧得起他 别人上殿的时候 他只能站在殿外念佛 寺院里最脏最累的活 都是由他来干 因为寺院还重有几亩薄田 所以人们经常会看到庆功跨着箩筐 肩扛铁锹到处食粪呢 有一次 庆功在一头驴子旁边食粪的时候 被驴子给踢了个跟斗 驴主人慌忙地把他扶起 问他 你伤得怎么样啊 庆功却说 我一点事都没有 你快看看 把驴腿给伤着了吗 1987年冬天 庆功大病了一场 有位到寺院挂单的游方僧人 自称 我会算命啊 他说 我已经算出庆功阳寿将近了 于是就对斋堂做饭的人说 最好是不要再让庆功吃饭了 也不要吃药 洗干净肠道 等死吧 四天之后 王春生居士到寺院去 看到了躺在床上奄奄一喜的庆功 就问他 您吃不吃饭 庆功说 吃啊 春生居士马上去找到了海贤老和尚 两人一个烧火 一个擀面片 给做了一锅汤面片 贤功坐到庆功床上 用几背把庆功扛住 春生居士则端着碗 一勺一勺的喂到庆功嘴里 庆功一口气喝了四碗 渐渐的缓了过来 春生居士问他 您还喝不喝 庆功说 锅里若是有 再喝点 也行 贤功和春生居士都心疼得痛哭失声 两人担心 会把庆功给撑坏啊 就不允许他继续再喝了 春生居士说 我要去找那位会算命的游方僧理论 却就被庆功给挡住了 说 这都是我自己的业趾上 不能怪别人 庆功一生默默无闻 没有留下任何豪言壮语 但是笔者切自以为 他老一生不念仁恶 给人长流改过自新之机 能将慈悲心平等的施语异类 若非萨朵王子 忍入仙人之流再来硬化 断难做的呀 金刚不坏之躯 得来奇数偶然 因缘生暗 南无阿弥陀佛 墨雪与庆功圆另一面 对其了解几乎属于空白 以上三庄式是来佛寺方圆人尽皆知的 墨雪也曾经向王春生大居士亲自求证 于是不加修士罗列于此 墨雪曾经走访过不少上了年纪的居士 大家几乎重口一词地说 除了经常探到庆功 扛着工具 种地干活 实柴实分 修桥补路之外 就没有其他可说之处啊 因为老人家不喜欢说话 所以也记不起来他曾经说过什么 墨雪不肯甘心 与印制法师一道专程赶制庆功出家替度的罗汉山清凉寺 拜访了寺院69岁的老护法 邱国傅居士 邱老居士的父亲和庆功是同龄人 也算是庆功幼时的玩伴 并且老人家如今还健在 墨雪问邱国傅老居士 有人在网上传言说 庆功是19岁出家的 而我在多年前得到的信息却是 他老在11岁就出家了 到底哪一个是真实可靠的 您的老父亲有没有和您说起过呢 邱老居士很肯定地说 我听我老父亲不止一次地说过 庆功刚到寺院的时候还没多高 还是个小孩呢 也就十来岁的样子 要说19岁出家 那纯粹是胡说 墨雪又问 网上还上传了庆功的一张照片 说是庆功生前留下的 旁边一位居士插话说 对 我也看到了 好像还是张彩色照片呢 邱老居士笑了笑 依然很肯定地说 庆功不可能留有照片 莫说是彩照了 就是黑白照片也不太可能 他们那是不知道庆功当时有多么艰苦 当墨雪问起 是否能讲出庆功的一些具体事迹之时 邱老居士也为难了 想了好一阵子 只是说 庆功脾气好 从不惹人生烦恼 因为他有点口急 说什么话都说得不利索 所以也就不喜欢说闲话了 但是有一点 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会结巴 所以我就只记得他爱念佛 和王春生巨士同村了党万堂巨士 倒是说起一件值得一提的事 文革前期啊 庆功被下放到来佛寺旁边的张庄村参加劳动 就在我们那个生产队 当时我还小 喜欢和庆功一起玩 晚上呢 也要和庆功床挨床地睡在一起 有一个夏天的夜间呢 我迷迷糊糊地要起床上厕所 却见庆功在床上盘腿打坐 我吓了一跳啊 赶紧上前拍打庆功啊 问他 您在干什么 庆功说 白天不让念佛 我趁夜里念会佛 令有一位王凤林巨士说起 有一次庆功担了一条大粪往地里去 恰巧有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迎面驶来 因为车速太快 庆功躲闪不及 一下子被撞翻到了旁边的水沟里 大粪撒得浑身都是 但是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不但不道歉 还大骂倒在水沟里的庆功挡了他的路 正赶上我扛着个铁锹从此路过 一见这年轻人如此的野蛮无礼 我气得抡起铁锹就要去拍他 躺在水沟里的庆功 马上却连声地制止我说 不要打他 不要打他 不怨他 都是我的错 至于庆功 应可不留半点言叫 莫学想来 这或许也算是他老度众生的另一种大慈悲和大智慧吧 念佛成佛 何须多言 古德又禅世约 圣人何事欲无言 盖孔阴言诗本源 清静禅心飞跃止 糊涂佛法是风帆 圣人何事欲无言 盖孔阴言诗本源 清静禅心飞跃止 糊涂佛法是风帆 上静下空老法时 得知庆功的非凡成就之后 大称 难得呀 叹为稀有 言其成就 却为 绝海同庆 轻微提字赞约 一生持戒修行 圆满金刚不坏体 一心念佛往生 就敬极乐无碍身 一生持戒修行 圆满金刚不坏体 一心念佛往生 就敬极乐无碍身 我们晚成说得 聂工震套教授 为其赋诗赞悦 山亦不高 水亦不深 草自风貌 木自成林 来佛禅寺 熏风干林 海庆法师 同志坐林 八十二岁 自在习音 坐钢七载 笑面如银 肉体不浮 天高云淡 唯无失心 山亦不高 水亦不深 草自风貌 木自成林 来佛禅寺 熏风干林 海庆法师 同志坐林 八十二岁 自在习音 坐钢七载 笑面如银 肉体不浮 富阳富阴 天高云淡 唯无失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